欢迎回到猫薄荷下午茶 我是节目主持人猫眼娜娜 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一本很特别的书 叫做一百个照着做一定会分手的方法 虽然没有办法邀请到作者本人 因为他在泰国 但是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这本书的责任主编 小白 嗨猫娜你好 对我们刚刚有聊到了关于一些 就是大家的那种 就是包含到泰国的经验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现在回到这本书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很有趣的是说 它虽然是一百个方法 可是它其实在反映出来 真的就是我们生活中很 很常碰到的一些事情 而且这本书非常特别的是说 我觉得它好像有一些插图对不对 啊没错 它这本书它不是一般的文字书 它是图文书 那每一个方法 作者它都会配一个插画 所以是作者自己画的 对没错 所以它是泰国的玩玩吗 还蛮类似的 真的吼 也是用那种就是很简单的画风 可是很有趣味性跟意境的表现手法 在陪衬它自己的作品啊 对没错 虽然是就是它图文搭配啊 就是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你看它的图在搭配它的文字 会让你就是会心里笑 真的 因为像我之前手上翻开的这个页面啊 就是画一个女生好像蹲在一个角落在打一个那个spa line的感觉 然后它配文字我觉得非常可爱 就是我念给大家听好了 小心眼 但是这次在讲的这个方法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跟人家分手的话 你就是一定要做到小心眼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一旦发生让你不高兴的事情 或是发现它有不小心忽略你的时候 这些都要马上牢牢的记住 当这些小事情慢慢累积起来后 就要像神经病一样对自己说 他不爱我了 他不爱我了 记得还要嘴角略撇的蹲在阴暗的角落 孤独的画圈圈 就算他见不到你也要这样做 哇有画面有没有 就是那种很那个孤寂的感觉 然后为了让这个方法效果更加明显 嘴巴还要常说着那些自认为可怜的人 常说的经典名句 譬如说 是啊 我就是怎样怎样怎样 譬如说不够漂亮 不够帅 穷光大 没本事 没有他好 老子穷 飞机场 鸟蛋小偷花脸 没博士学位 长得又不可爱 等等等 意思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 怎么讲 被害妄想症 或者是悲剧症候群的话 事实上是很容易达成分手的目的的 所以反过来思考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跟你的情人分手的话 就不要犯这个毛病 没错 那万一犯了怎么办呢 那就要提醒自己 然后呢 想想一下就是 这个小心眼这个方法的内容 警惕自己龙 那你有碰到过有人 就是犯了很多毛病之类的吗 我自己其实就是也有交男朋友 那本身的话 我那时候做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还蛮心头一惊的 为什么 因为里面蛮多就是方法 有不小心去做了 就是不小心有犯到这些 踩到这些地雷就对了 对没错 那他其实这本一百个照着做 一定会分手的方法 他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生活中 可能跟情人相处啊 会不小心犯的 那所以说我们就是有蛮多的读者啊 是买来送给就是 在感情上 可能就是比较不如意不顺遂的朋友 所以就是买来之后 开始通打勾 然后荧光笔画线 然后开始贴memo 之后再送给别人之类的吗 我们这本书后面啊 就是后面有做一个就是memo 然后呢 就是有一百个方法 然后你如果不小心做哪个 对 对你就去打个勾 然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就是 不小心犯了很多这样子的错 那如果说真的想分手的话 也可以去跳几个你喜欢的来试试看 可是我觉得这样其实还蛮机车的啊 就是为了刻意分手 然后去做这样子 其实让我想起来 我记得找就是 还蛮久之前的啦 台湾之前有一本书叫做 就是好像是分 就是分手气背 就是抛弃跟背叛的那个 分手气背守折的样子 他其实是台湾另一位插花家 另外一位插花家张妙如 老师画的东西 就是他写的东西 他也是在谈分手这件事情 其实还蛮有意思 就是说 他那个里面谈的东西 也是在讲说 有点类似像是这一本书 可是后来那本书 好像就比较 没有机会看到 因为是比较早期的作品 所以大家就是 如果真的对 现在的练琴感到苦恼的话 不管是你想要close掉呢 还是要重新开启 我觉得都可以看一看 就是这一本书哦 那另外我刚刚看到的就是 有一段讲到自恋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男朋友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 是吗 真的真的真的 他就是一个还蛮 怎么讲 就是他可能会 可能会自己洗澡洗澡一半 然后可能就说 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帅之类的 很好笑的 那真的有一点自恋耶 对然后后来我就 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 好好玩哦 然后后来他 可是 他有 就是我没有很当一回事啊 就是笑一笑我就没说什么 然后 可是很好玩 他是他就跟我说 他说 他跟我交往的时候 才有 我并不会去 去 批判他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可是他说 他其实跟他之前女朋友交往的时候 他女朋友每次听到他讲说 觉得自己 很帅或什么 他都会说 你超恶心的 或者是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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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里 就是哪里帅 就是他会把他 讲得很难听 然后其实会造成一种 就是怎么讲 自尊上的伤害嘛 对对对 有点那种感觉 那 我就 我就会觉得说 我觉得 我也在思考这个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 嗯 他之前的女朋友 没有办法 接受他很自恋这件事 你可以接受很自恋的男生吗 我自己本身 我觉得适度啦 适度 你可以就是有自信 对 然后觉得自己就是懂得欣赏自己 对 可是不要太就是超过太夸张 那你会可以接受 就是男生会很急车的说 我今天不知道穿什么衣服 我等一下再出门之类的吗 我觉得 我可以接受这一点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女孩子也希望 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亮出去 那 换个角度想 如果男孩子 今天 想要跟你出去 然后会 花心思 在自己的穿着打扮上 那不就相对的表示说 他很重视你吗 对 也可以这么说 真实力其实换个角度想是说 有些 有一些这边的 看起来好像是小毛病的东西 也不竟然是真正的毛病 他可能也会有背后的一个 深层的意涵 因为像很好玩 像我之前 我男朋友每次在很自恋的 讲一些话的时候 我都会说 你这个三八鬼 就是我会呛回去 那他有什么反应 然后他没有 他一开始会觉得说 哪有 可是他二十九 他会说 哈哈 我觉得三八鬼怎样 就会变成把那个 用的比较 幽默的方式 把它转化掉 那我在跟大家讨论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到说 其实 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接受别人很自恋 或者是 自信的话 某种程度上 是因为我们自己 自信性不足 也有可能 所以就会看别人 那个样子的时候 会觉得有一点 酸酸的 对 就是有一点不顺眼 所以我那时候 在跟他讨论 我会觉得说 也许他前女友 比较没有安全感 或者他前女友 可能没有那么有自信 所以他会觉得说 说你 你把自己弄得很 很 很帅 或者是很吸引人 是不是 为了要去 嗯 遭封引爹 或者是背叛我 等等的 所以他会觉得 非常的不开心 所以我是觉得还好 我就一个神经大跳的 而且最好笑的是 因为他每次 我就忍不住 很想要出卖他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每次 打扮很帅 去招封引爹的时候 通常吸引来都是gay啊 我有什么好困扰的呢 真的也 对啊 所以就是 嗯 OK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看到还有一个就是 跟情人的家庭不合 这也是很多人会 容易造成恋情阻碍的原因 对也是好像蛮多 会遇到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可是 可是我觉得这有时候 这个也有点难控制 因为 怎么讲 有时候你不见得是 你想跟人家不合 那他就跟你不合 可能就真的就是 八字不合吧 那我觉得 嗯 这时候那个男生那边 如果说是 我们女生谈恋爱嘛 对 然后跟男生家庭 那一边的话 对 那可能 主要就是还是取决在说看 男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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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的态度 那看他有没有从中调节 因为毕竟一边是 你最亲的人 一边是你最爱的人 对 可是其实我觉得 假设 假设要牵扯到结婚的话 我觉得这事情 又会变得更加复杂 嗯 没有错 因为毕竟 如果状况好一点 可能就是 两个人自己在外面共住 一个就是小家庭 嗯 然后没有住在一起的话 就比较不容易会有摩擦 嗯 可是如果住在一起的话 大家庭的话 其实摩擦就会比较多 嗯 那像刚刚梦娜提到他这一篇啊 我就有周遭有朋友 就是遇到说 就是他结婚了 对 然后就是 是跟公公婆婆一起住 那本身 他老公啊 就是还有一个兄弟 那所以等于说就是 大哥大嫂一起住 嗯 那其实就还蛮容易 会有一些争执的 或多或少吧 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 你像你光泥真 你自己的家人 有的时候就不见得合得来了 何况是跟别人的家人 别人的家人 就这样啊 不过可是我刚刚在思考的是说 因为我就重新翻了一下 这一百个方法 我会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说我们不见得只能用 谈恋爱的角度 在看这一百个分手的方法 我觉得他其实也可以套用在 嗯 很多人生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的 甚至是职场关系上面的一些 应对进退等等的 譬如说如果你对别人 都是漠不关心的 譬如说你都是一个 不知道懂得去拒绝别人的烂好人 你可能也会 很自然而然造成你就是 生活啊 或者是职场工作中的人际关系 出现一些问题 嗯 没错啊 因为他其实这一篇 其实提到很多就是 可能有一些情绪管理上啊 爱生气啦 脾气大啦 或我是说就是 可能讲话 比较就是夸大等等这一类的 那其实就像Mona提到的 这个一百个造作 一定会分手的方法 他我觉得也是可以应用在生活周遭 因为他讲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你可能要去注意的那一些部分 真的 然后这篇我还看到一个 我也觉得很喜欢 就是说 他叫做 所有的问题都已经预设答案 我觉得这个看来其实有点冲击 就是欸 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 会犯这个毛病 就是自己有没有 自己很想当侦探柯南 然后就是脑内小剧场 把所有的剧情都演完了 但是事实上可能 不是你想象中的 或者是幻想中的那个样子 可是 可是如果 如果你自己内心没有办法 跳脱这个答案的话 你就会把一些事情搞得很复杂 对 而且会在那边就是 死命的钻牛角戒 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看到这一篇的时候 我也蛮心头一惊的 你也犯过这个毛病吗 对 我也犯过这个毛病 而且还是很直接的 就是被我男朋友点出来 他说就是 你怎么可以都先预设好答案 可是问题就不是你想的这样 真的 我觉得我们女生很容易犯这个毛病欸 对 好像男生就真的比较不会 对 然后很好笑就是 像我男朋友也会有的时候就是 他 因为他是一个很天兵的人 他常常有一些言行举止 是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会的那种 那你就要提醒他一下 对对对 譬如说 譬如我举例说明 就是他可能会真的开车很累 然后站在路边睡着 这好危险欸 对 可是他就停下来 然后就睡着了 然后他可能睡个两个小时 再回家之类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就突然两个小时人不见了 那确实 如果他觉得很不安 真的话会造成很大的误会 因为这两个小时你找不到他的人 然后还有就是他跟他的 因为他跟他的一个好兄弟有合伙 做一些就是 呃就是房屋投资的东西 然后他们最近在为了这事情在吵架 就是有些管理上的理念 就是那种经营管理理念上面有点不是很合 所以 他有在那天吵架 可是他又不喜欢在我家 因为我家隔音很薄 原来如此 就是会吵到邻居 他就不喜欢在我家吵架 他就会说 我出去讲个电话 然后可能一讲就讲30分钟之类的 可是你很好玩就是说 呃他也不怕你看他的通话记录 他就是真的是打给他兄弟 就是可是他那个号码也就是真的就是设成就是 因为我也知道他兄弟的号码是多少 所以他不可能就是说就是取代一个人名之类的这样 所以就觉得很好笑 我就一直跟他讲说 我说你知道吗你真的很好 你真的一直在制造那种瓜田里下的嫌疑的 可是我可是我就会发现到说 其实恋情之中很多事情真的是 呃如果你信任对方 而且你对你自己是状态是OK的话 其实不需要 其实不需要去想那么多 还是可以很安然接受 因为他就我男朋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天兵的例子这样 嗯没错啦 我觉得就是感情还是要建立在就是互信的基础上 这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就是要去磨合吧 对真的 对那其实像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 嗯 那有一篇我就觉得还蛮心有起起言的 哪一篇哪一篇 他说说随便 其实一点也不随便 哦对 我们女生会这样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女生真的会不知道说 那个我们到底这个时候想要干嘛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立场就是 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想了我们要干嘛 但是问题是又会怕 呃老是以我们为中心的话 对方会不开心 不开心之类的 对会觉得说好像怎么都是被我们牵着鼻子走啊 对对对对对 他们都没有都不能有自己的一些意见或想法 或者是说你会觉得他这么跟你这么好 为什么不能了解你到底想要什么勒 你到底想吃巧克力还是想吃草莓的呢 你不是很了解我吗 你应该知道啊 对可是其实 不知道 事实上不是这样 其实男生的大好跟女生长得不太一样 呃没错 对 那像他这篇他的内容就蛮有趣 他就是一男一女在对货 对 然后男生就说宝贝星期六去哪里好 然后女生就说随便哪里都好 然后那个男生就又说啦 那去新开的那家百货公司吧 然后女生就说不要啦车很堵欸 然后男生又提议咯 他就说那去逛四集好了 然后女生又说不要那边好乐 然后就这样的状况啊 反复反复反复了之后呢 就是讨论了十分钟之后 终于决定了要去哪里 然后他文章最后就是又有三行 他就男生又说 男生就说好那我们终于敲定了地点 那现在我们要去吃什么好呢 随便耶 对就是随便 真的 所以啊这本书真的是很适合 我觉得每个想要谈恋爱的 或者是说正在恋爱中的人 都可以买来看一下 去感受一下说 虽然你没有要分手的打算 可是你也可以看一下 也许你要闪避这一百个地雷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就是可能感情上的一些问题跟舒适啦 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推荐这一本书 一百个照着说一定会分手的方法 然后作者是帕蒂公 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泰国出文书作家 那希望大家多支持咯 谢谢大家 谢谢小白 谢谢妈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